嗨,欢迎回到99的频道 那我们昨天是刚刚从游轮上面下来 有没有感觉我胖了 对,没错,就是因为在船上面一直没停的在吃 然后我们还跟那个server 就是有一餐的server聊了一下 他就跟我们说 其实在船上呢,你很容易晕船 但是呢,只要你不停的在吃的话 就不太容易晕船 他说他在刚刚上游轮工作的时候呢 经常就是摔倒 然后发现说只要一直吃就不会晕到 所以我们也是没停的在吃 就是为了不晕船 但是其实我下来之后还是觉得就好晕啊 感觉我们已经没有在船上了 但是我就真的是感觉好像一直是在那种晃晃悠悠 然后眼神很游离的状态 其实这种晕船的感觉 我不知道陪伴我多久啊 但是今天是第二天我还有 为什么要选择游轮呢 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出国旅游最便宜的方式之一 因为一个人的包吃包住包喝才500美金一个人 这是嘉年华游轮啊 但是迪士尼的游轮是2000美金 要被困在船上面7天 然后我们都觉得说未必能撑得了 我们其实都觉得这四个晚上已经够够的了 就是可能这辈子就未必再想去坐游轮了 其实嘉年华跟迪士尼游轮的行程还挺像的 但是一个400一个2000 我们停在那的时候就看到迪士尼的游轮过来停靠 迪士尼的游轮上面呢 当然就是小孩子的项目会更多一些 就不会说像嘉年华这里面的Kids Club 我们就把孩子丢了一个晚上 他们两个就死都不肯再去了 那就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我们在船上遇到的一些所见所闻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船员的薪水也差不多挖了一些出来 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有一个朋友是跳船来美国 然后得到身份的 那这个故事呢我在这个影片的后面再讲 就大家就是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呢 你就能知道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有网友问到现在还有没有COVID restriction 就是新冠还有没有什么设限的地方 那几乎是没有的 大家都不戴口罩了 我们就只有进去的时候 有个检查的人问我们 你没有打过疫苗 我们说打过 孩子有没有打过 没打过 那行上船 也就是说打和没打都没问题 直接上船 他们就是例行公事问一下而已 而且像现在的出入境呢都是扫脸 因为我们也挺震惊的 就是说居然美国的科技也这么先进了 就上船的时候呢扫一下你的照片 下船的时候呢要match你的照片要对得上号 就不能吃太胖啊 我当时出去的时候呢 那个机器就愣了一下 然后把我给打回来 然后再扫了一下才分辨得出 我是原来那个我 就真的是胖了 为什么我感叹美国的科技居然有那么先进呢 就是因为我们上船之后啊 那个WiFi就是回到了拨号上网的那个年代的速度 真的是太慢了 而且船上的WiFi还死贵 四条线要270多块钱 差不多300美刀吧 就四天的时间就要270多美金啊 要是住家的话呢 就几乎是一整年的上网费用了 而且我本来有个梦想 就是说可以做个数码游民 可以到处去拍视频 然后就直接上船 这个只能是停留在梦想阶段 这个邮轮的网速实在是太慢了 它还有个弊端就是你一台机器 譬如说你这个iPhone连了这个号的话呢 它就会把之前那个号给踢出来 所以每次只能有一台机器连一根线 为什么我们要买四个WiFi呢 就是因为需要四个device 因为孩子有时候你不给他看YouTube的话呢 他是真的很无聊 那像剪视频什么的 我都是用电脑嘛 然后有时候呢 是需要发个验证码到我的手机上面去进入一些网站的 我手机断线的情况下呢 是受不到任何验证码的 而且在汪洋大海上面就是没有WiFi 只有嘉年华Cruise给的这种付费WiFi 它没有华为的这个5G 就真的是差好远 你想在世界杯的时候 几万台手机都能连得上华为的5G 收发视频都没有问题 嘉年华的邮轮还那么老贵 就好多网站都去不了啊 比如说PayPal就没办法付费 我们坐的这艘船呢是12层的 这个滑滑梯是从12层一直滑到9层 那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我们以为墨西哥的天气会暖一些 怎么知道它好像比洛杉矶还要冷 我们的目的地是在墨西哥的Ensenada 中间在Catalina Island有停一天 但是我们没有下船 因为船上有很多的这种活动 比如说这个Ubstacle Course 就有点像走钢丝一样的 它是在船上面12层最高的地方 所以你能看到整个海 那上面还有一个9个洞的mini golf 可以带孩子来玩 但是他们很快也就打完了 从mini golf看出去就是 迪士尼的邮轮和Ensenada的海港 有很多的船停泊在这边 在船的顶层打mini golf 还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 就是你能看到很美的这种景色 同时间呢又可以玩mini golf 每次从船舱里面出来 都会遇到一些好玩的事情 就比如说这个有绝技的船员 它就用冰雕了一个动物 大家猜猜是啥 我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长了流子的兔子 后来才知道说这是一只迷鹿 它只用了23分钟就把它雕刻出来了 船舱里面呢还会有一些故事会 这个就是Dr. Seuss的一个大象的故事 你看那大象在喷水 后面打扮成各种动物的人 其实都是临时找来的群众演员 跟他们比较大 所以他把蝦捞起来 然后他把蝦捞起来 我应该把这些吹捞起来 你以为这些吹捞起来 如果我做这些小的人 可能会有很大伤害 我不能把这些吹捞起来 我将会不会 一人是一人 大厅经常会有人开party唱歌 圣诞节那天呢 我们看到外面的毛巾 全部都被包成了各种小动物 这些外籍劳工的学习能力 真的是超强 因为我自己曾经是学习过 想去包一个 包成了四不像 我们到了墨西哥之后呢 是要下船去游玩的 我们选择了坐巴士 因为其他项目小孩不能玩 那墨西哥呢 有一条公路是可以连到美国 然后去加拿大的 叫做highway number one 一号公路 那导游小姐姐呢 就问我们说 你知道为什么叫一号公路吗 我们说不知道 她说因为 就是我们这边唯一的公路 Ninsanada这边呢 是有美国几乎所有的快餐店 包括了麦当劳 星巴克 肯德基 只有一个快餐店 墨西哥这边是没有的 就是Taco Bell 因为墨西哥最出名的食物 就是Taco 那Taco Bell呢 只能在美国存活 因为墨西哥随便一个路边摊的Taco 都吊打Taco Bell的 你在等Taco的时候 还经常看到马车的经过 这个Taco真的好吃 它的皮就有点像葱油饼的皮一样 那么脆 但是里面呢 那肉又很嫩 这个还有鱼 也是炸的外脆 里嫩 回到那个海滩呢 其实是可以冲浪的 但是我觉得 谁会在这么冷的天气去冲浪 简直是不要命了 你能够看到这个海滩上 是有人骑马的 有一位小姐姐说呢 只要我们是从加州来的 我们其实就是半个墨西哥人 因为那里面曾经在美西哥 但是我们有一个总裁 Chantanan 他占了那一部分 所以他属于美国 在美西哥 我们有32个国家 美西哥城市 是首席 你能够找到 那里面有名的 Los Tacos Al Pastor OK 他们有关于Tacos Al Pastor 他们有名的 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 这个Tacos Al Pastor 它好像不是一家餐馆的名字 而是一种Tacos的名字 就是把肉插在一根 会转的棍子上面 然后那个肉就转 然后一边转一边烤 烤完之后把那个肉切下来 放在Taco里面 那Taco就是炸鱼饼的意思 那我们所在的地方 其实是从洛杉矶 一直往南行船 经过了San Diego 然后来到了巴哈California 不是美国的California 而是巴哈California 是墨西哥的一个州 名字叫夏加利福尼亚州 Encinada就在夏加利福尼亚州 是在墨西哥的 不是在加州 Encinada的意思 就是海湾海港 California的名字 其实也是从西班牙文来的 Cali呢 就是Pot 热的意思 Fornia呢 是Furnace 火炉的意思 那连起来就是热火炉 我也不懂西班牙文 所以会西班牙文的朋友 可以留言指正 这都是斯基叔叔说的 Encinada was founded in 1542 byHanRodriguezCabrillo 我们在祝福 我们在祝福 如果你们看到 DISNEY的卡通 Coco 那就是 我觉得这个巴士 旅游还是挺值的 因为两个导游 就是巴士司机 跟那个上面的导游小姐姐 一直没停地在说话 在开玩笑 他们真的好能讲 就是两个画老子 那个巴士司机呢 是结了四次婚 有四个孩子 会说四中以上的语言 现在还在找老婆 坐在他后面的是 他其中一个孩子 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我们就到了Downtown 这边也有麦当劳 但是导游小姐特地交代 说如果你去买麦当劳的话 我就不让你上车 他们还是很支持 本地的小生意的 而且呢 他说了 如果你去麦当劳星巴克 你给他美金 他们找钱的时候 会退给你 TESOL 墨西哥比索 这边的人都好会做生意 经常拿着小商品 在你面前推销 我们坐在餐馆的时候 就有这种Mariachi Band 跑过来 就是墨西哥街头乐队 他们经常是三四个人 这个只有两个人 显得有点单薄 小弟弟想点一首 圣诞快乐 但是他们不会唱 因为我们发现 他去哪一桌 都是同一首曲子 可能是因为 不停地练习同一首曲子 他们真的唱得挺好的 我点了一个叫做 7C 七海的汤 里面真的什么都有 就是我已经吃到饱之后 还剩那么多 分量还挺大的 跟那个我们的烤鸭皮一样 就北京烤鸭的皮 我们点了Burrito 墨西哥卷饼 还有Guesadilla 就是里面包着起司的烤玉米饼 那我这个七海汤 还有龙虾 关键是不用交10%的消费税了 由于街上太冷呢 我就随手买了一件这个披肩 还挺好看的 然后回来一查 才知道说 这个是100%羊毛的 才28美金呢 我都没有想到 居然能那么便宜 还戴了个帽子 回到家 我女儿就开始穿它了 顺便就给两个娃 一人买了一个书包 用来装他们在船上 钓到的娃娃 他们现在已经是 钓娃娃高手了 那我们在船上呢 还发现了 Shaquille O'Neill的 奥尼尔 他的一个Franchise 叫做Big Chicken 也就是大鸡 听起来有点搞笑 就感觉好像 诶快来吃我的大鸡 但其实是真的很好吃 他的那个薯条 是我吃过这么多家 快餐店里面最好吃的一家 外面是很脆的 所以呢 我就吃了很多薯条 那像很多NBA球员 他们退役了之后呢 就很快把他们的积蓄给花光 但是奥尼尔是属于例外 他是很会经营的 他开了这个大鸡之后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挺好做的 但是呢 刚好遇到疫情 所以他18年开的嘛 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会发展得很好 那也是有名人效应 所以你能看到我这个cruise上面 真的好多黑人 大家猜一下他们的crew member 就是这些船员 大概的薪水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大概问到了 他们分了好多个等级 就是刚刚开始的那种呢 叫做beginner 大概呢 两个礼拜只有458美金 最低层的 那对于很多 比如说菲律宾啊 印尼那边的员工来说呢 已经是非常高的了 因为问了一个船员 他之前是印尼来的 他说他在印尼的时候呢 一个月也只有35美刀 他们的这些船员 很多都是在菲律宾啊 印尼啊 我们感觉好像还有非洲 就是不同的国家请过来的 所以他们的薪水就很低 他们都是有合约的 就大概是从四个月到十个月不等 最长的是十个月 像厨师听说两个礼拜就有2800 就是一个月都有5000多 最高薪水的也是最多人抢的工作 听说是bartender 因为两个礼拜就有4800 再加上小费的话是真的非常的可观 他有几个要求 就一定要有bartender license 还有就是说在船上工作的时间 要比较久 其实想想他们光赚小费 就已经挺可观的了 那听说呢 就是cruise其实挺好赚的 正常运营的话呢 是两年就能回本 船上客人跟员工的比例 听说是三比一 这样的话呢 就能确保每一个人 都能够得到相应的服务 而且船员的数量 是根据游客的数量而定的 就是说像我们这艘船是3700个游客 船员的数量大概就在1300个左右 如果游客的数量少的话 船员的数量也会相应的减少 那最后再讲到我那个朋友跳船的故事 他跳的就是Carnival Cruise 就是这个嘉年华游轮 他说他当时好像是第一次来美国 是0708年的时候 他是在中国被招聘上船的 然后他就完成了第一个合约 大概是六个月左右吧 所以他就完全知道 这整个船上的所有的行程是怎么样 在整个合约完结之后呢 他们是在迈阿密下的船 那从迈阿密回中国呢 是要搭飞机的 所以下船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护照拿在手上了 就去搭飞机 从迈阿密飞到了好像西雅图还是哪儿 再飞到了英国 再飞到了首尔 再飞到了中国 再转机 所以他们为了省这个飞机的钱 邮轮的员工回程的机票 是邮轮公司负责的嘛 转机次数越多 你的机票就越便宜 这个朋友呢 他在第二次的时候就大概知道了 他就又签了一个合约 但是这次的合约 他在迈阿密下了船之后呢 就没有上飞机 他就拿着他的护照等 在迈阿密了足足11个月 为什么11个月呢 因为申请庇护只要你从落地的那一刻起 要算满12个月之后就有1 year bar 那基本上这种情况呢 是在移民法官那边是不会过的 法庭也很难过 他也是个传奇的人物非常聪明啊 因为当时呢 船上有10个中国人的船员 10个人都跳船了 那有三个去了洛杉矶 三个去了纽约 有四个留在迈阿密 跟邮轮公司相关的话 就尽量是去远一点的地方啊 他就等到了那三个洛杉矶的朋友 庇护都过了之后呢 他就打算去洛杉矶申请庇护 他去看了一下 纽约那边的申请庇护 几乎都没有过 那洛杉矶这三个呢 几乎都是过了 所以呢 他就决定启程去洛杉矶 在下船第11个月的时候申请庇护 但是他去面谈的时候 刚好还碰到了一个杀手 叫做Gilbert的一个韩国人 很幸运的就是他年龄小 而且他英文很好 他对答也还正常 因为我之前是做翻译的嘛 有一小部分的业务是 接这种去面谈的客人 帮他们去翻译的 那我也知道韩国人 是基本上不可能过的 但是他就运气好 就给他过了 那一般什么情况 比较容易过呢 年龄小 如果是18岁的那种 我几乎带过的客人 这也不是什么建议啦 只是说这是我观察到的 如果是18岁的那种去申请 就很容易批 那我也绝对是不鼓励 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啊 真的风险还蛮大的 因为如果一旦不批的话呢 那就算结婚都没有办法拿到身份 只能打到回复 那我们那个跳船的朋友呢 他说他老了之后会出一本书 因为他故事实在是太传奇了 那等他出书了之后呢 我也会帮他推广一下 其实在美国我们也有遇到很多 就是跳船的朋友 那我所遇到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移民案子都是不成功的 所以就是跳船又能拿到庇护成功的是极少数 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我还问了一下那个朋友 他们的员工宿舍 也就是船员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的 他说是两个人一个小房间 然后跟另外一个房间呢 中间有个厕所 有两个门可以通着的 那你进去之后呢 就得把两个门都锁上 你才可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那员工宿舍呢 是below sea level 就是在海平面以下 所以是非常阴暗的 那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呢 因为人数众多 所以挤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 会非常的吵杂 他当时在后厨负责切水果 一切就是好几盆水果 所以也是练就了一身的绝技 他说当时的工资很低 一个月好像才600美金 于是他就想了一个绝招 就是榨成真 卖给服务员 因为服务员呢 都有小费 所以收入一般都在六七千美金 就是在当年已经算是巨款了 他就靠着卖成真 赚了一些外快 为他以后跳船 做了一些准备 那故事讲得差不多了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这样子听故事呢 我在看下面的海呢 其实我还有一些事情 想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不太适合 在公开的场合说 所以记得扫码 填好你的名字 跟email 我会发我的思域视频给你哦 还有别忘了 分享这个视频 给你觉得有需要的人 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江年华邮轮是个上市公司 你可以下载Mumu的app 来研究一下它的股票 代码是ccl Mumu开户链接 就在我的描述栏哦 Mumu开户入金 一千美金就送你很多股票呢 没开户的朋友 要抓紧时间呢 感觉这个股票的底 马上在明年某个时间 就要来了